106年基層扎根学校高尔夫球社团极远基准竞赛 中区4月19号在台中高尔夫球场举行 为了推广青少年对高尔夫球学习的兴趣 与激励扎根计划社团推展的成效 借由开球推球切球的竞赛带动训练 小选手们12点半在大厅报到 并领取由杨生集团所赞助的外套Polo衫与帽子 一点钟时在极远处开幕典礼 并且起来裁判长副组件向小选手们讲解比赛的规则与办法 按照我们编组时间5分钟内才到 还没有准备好几球 你会被取消 裁判长特别强调 开球时打到左侧的马路上就算界外 开球切球推球三项名次加总最低者为第一名 看幕典礼结束后 小选手们一同拍照留念 并且喊 高球扎根 威向未来 在炎热的天气 小选手们都卯足成立在竞赛中 普遍选手们都觉得切球的力道比较难掌握 都会打超过指定的距离 高男社团组来自台中东山高中一年级的黄志谦 在吉远排名第三名 推球和切球排名都是第一名 三项加总起来名次是第一名 就每天去球场先跑大拳的停车场 跑完的时候做热身操 做完拿球下去练一切 他认为自己的切球不好 学校训练他的方式就是每天跑操场 做热身操 教练告诉他在开球时 下盘不要晃太严重 他的偶像是北爱尔兰小老虎 Roy McRoy 期许自己能和他一样将一号目感控得很好 国男社团组冠军是来自台中市新名高中 副社国中部一年级的张兆勋 他认为推球比较简单 教练告诉他开球时腰要转垢 在推球时不要只用手臂的力量 国小高女组冠军是来自彰化县南郭 国小五年级的吴兴璇 我回学校是彰化县 有自己造浮球场的国校 平常我会利用中午时间或空闲的时间去练球 闭幕典礼上 完成三校比赛的小朋友们都会有一张完赛证明 颁发了各组别前几名的奖状 中区各组第一名在4月28号 会与精英组选手们在养生球场一同竞赛